每日成就推荐 现代钟表的诞生 完成这个成就之后 可以获得45颗原石 那么话不多说 原神启动 我们首先打开地图 找到很明亮的地方上面的传送锚点 找到之后我们直接传送过去 下来之后我们将视角往后转 往地图的北方向前进 在我们的前面可以接到一个任务 转弯之后 可以在仙灵台附近 找到一名叫福家的NPC 这里我们直接找到对话 接启任务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打开任务追踪 然后将视角往后转 往地图的南方向前进 我们就这样跟着任务追踪走 很快就能找到任务地点 翻过这个小波 我们就能看到一条光柱 在光柱的旁边 可以看到一个调查点 那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东西 这里的小怪我们可以不用清理 直接捡起调查点 我们就可以走了 这里要注意 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捡完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赶快传走 找到很明亮的地方 左边的传送锚点 也就是海默村 这里的传送锚点 下来之后 我们直接往地图的西方向前进 也就是屏幕右边这条路 过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一个小水池 这边直接潜下水 在我们的正下方就是海默村了 我们还是跟着任务追踪走 穿过水环 我们就能看到一名叫福家的NPC 找到福家之后 我们直接与他对话 好的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我们只要点击任务追踪 地图就会自己移动到任务地点附近 这里我们找到德波大饭店左边的传送锅点 下来之后 我们直接将视角往右转 然后往地图的东北方向前进 跟着任务追踪走 就能找到那个宝石商人了 找到之后 我们与宝石商人进行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重新回到海默村右边的传送锅点 下来之后 我们继续去找海默村的福家进行对话 这边还是往地图的西方向前进 进入前面的小水台 然后一路向下就能找到了 好的 这边我们就简单的切一下 找到福家之后 我们继续与他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找到很明亮的地方 上面的传送锅点 就在这里 大家找到之后 可以直接传送过去 下来之后 我们往地图的西南方向前进 也就是屏幕的右边 这边需要用冲击波打掉三个黄石 飞过来之后 我们换一个进展角色 来把这三个球都打掉 好的 我们再把掉落布剪完之后 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矿石剪完 我们打开地图 还是找到大饭店左边的传送锅点 下来之后 视角往后转 还是去找刚才的宝石商人 过来之后 我们再与他进行对话 这一回对话完 可以获得20个原石 还没有玩 观众朋友们 我们打开派蒙界面 找到时间 在这里我们直接给他拉满 拉两圈 等到两天之后 再与宝石商人进行对话 还有20元石可以拿 随便就简单的切一下 好的 现在是两天之后 我们再与宝石商人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又多了一个任务 那么接到任务 我们打开地图 再次找到海魔村 右边的传送锅点 下来之后 我们还是老地方 往地图的西方向前进 进入小水潭 直接向下 再次找到海魔村的福家 找到福家之后 我们再与他对话 这一次对话完 我们又可以获得20元石 和一个隐藏成就 5元石 一共45元石 直接上号吧 兄弟们 上号上号 好